是谁把这幅画挂这儿的 回皇上 这个奴才也不知道 奴才给他收起来吧 不 既然有人 想让朕记起这件事 就挂这好了 是 宁儿 以往你的记日 都是真找别人不同款 看来今年是有人 想找朕的不是 世界上 Wick 他在这儿 都差不多了 一次 Except 你展 好不 所以 我네 事 宁儿 宁儿 真的是你啊 宁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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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有多内疚吗 宁儿 你是来找我的是吗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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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吗 好不好看 你干嘛穿这件衣服啊 你知不知道这件衣服是不能穿的 脱下来 快点 皇上 快出事了 脱下来 快点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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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凤才人这身打扮 可是犯了宫中的大忌 皇上应该重重地处罚 否则 各宫的妃嫔 以后都一一效仿 皇上 准备如何处置 正是 凌凤儿 你怎么能这样 没想到你居然为了讨皇上的欢心 假扮死去的宁妃 宁妃 你不知道这是宫中的大忌吗 我 你这样做 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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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你问我借衣服 是为了假扮宁妃娘娘 我真是没想到 燕儿 你说什么呢 不是你跟我说 我扮成这样皇上会开心的吗 我什么时候说过 皇上 我只是想让你开心 皇上 我只是想让你开心 快 小顺子 把凤才人 打入连心寨 是啊 凤儿到底做错什么了 快 别碰我 皇上 凤儿做错什么了 放开我 哀家先走了 你就好 父女 婷儿 你可这么上来 你不是 多少瘦 你不是 我们是 好 我 还是 好 娘 我 凤才人被打入冷宫 据说凤才人穿了 欺着一位妃子的衣裳 惹得皇上龙颜大怒 再加上太后又在背后推波助澜 皇上一怒之下 便将她送入了冷宫 看来她是真的等不及了 要对凤儿下手 参见度主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暴奴已带回东城 此人性情暴怒 几名锦衣卫多次被抓伤 先些丧命 放心吧 这个世界上 唯一能够驯服她的就是林凤儿 只要她见到了凤儿 自然就会安静 你们下去吧 是 暴奴 对 咱家的下一步计划 马上就要启动 夏明子 是 你再去打点一下 咱家明天要到遂寒宫当职 公公要见凤才人 可是雪昭仪她 棋子就是棋子 若是咱家只有一个棋子 那必输无疑 只有棋子多了 才好布局 从容取胜 是 原来冷宫真的什么都没有啊 有人在吗 有人在吗 请问有人吗 吵什么呢 你好 都已经进了莲心斋 还这么扎扎乎乎的 怕人听不见吗 就算听见了 也没人会理你 姑姑好 我是凤才人 是皇上让我搬到这儿的 如果您不方便的话 我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的 公公 公公 你可真是不一般哪 别的妃子被打入冷宫 总是哭哭啼啼哀怨得很 可你却无欲无求 不无牵挂 公公 茶是凉的 冷宫里哪来的热茶呀 坐吧 咱家早都想到了 一旦你得到皇上的恩宠 必定会遭到其他妃子的暗算 可是 咱家万万没想到 第一个下手的人 竟然是燕儿 公公 我不相信燕儿她会害我 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 说不定她也被别人骗了呢 唉 你呀 最大的弱点就是太善良 难怪云上姑姑对你不放心 燕儿 无论是真情还是假意 必定她是太后的棋子 依照太后的意志办事 可是 太后娘娘 为什么要害我呢 可能是恨铁不成钢吧 皇帝是太后和先帝的独秒 先帝早逝 太后便采用各种高压手段 逼太子听话 劝她做个好皇帝 可是到现在 也没有听到皇上一句心里话 皇上也挺不容易的 所以咱家今天来 就是给你提个醒 锦衣卫的宋长庚指挥使 她不简单 如果太后想杀你 第一个动手的人就是她 不可能 小满哥哥是不会害我的 当日在宁华宫遭到贼人下毒 除了皇上跟小顺子 宋长庚是第一个抵达现场的 她的嫌疑最大 可是没有人怀疑过她 现在咱家又被贬去了职务 奈何不了他们 我还是不能相信 小满哥哥他会害我 不管你信还是不信 你是咱家找遍大江南北找回来的宝贝 云上姑姑为了保守这个秘密 已经甘心情愿丧生济月台 大家曾经答应过她 要保护好你的安全 所以我绝不能让你白白的 稀里糊涂的就这么死在冷宫里 云上姑姑他 你看到的未必是真的 真的也未必能让你看到 皇上还太年轻了 以为把你放在冷宫里就安全了 可是危险这才刚刚开始 好了 时候不早了 我也该回去了 你记住 外面的人 无论谁给你送吃的还是用的 千万不要动 咱家 到时候自有安排 长康 你都听说了吗 听说什么 你说这个女孩到底是天真的还是傻呀 明明是陷阱 她竟然都看不出来 朕真的想扒开她的脑子 看看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 也许皇上 你就是喜欢她的善良吧 她被带走的时候 让朕相信她 朕当然是相信她的 但是这一次太后她们 皇上 我相信早晚有一天 我相信她 我相信她 也信她 不 总裁 她们 我就想回家 你连一路 因为她帮她 很完整 那些人 这就我 她就是 她 我要回家 你 不要 我 她 她 朕又一次无能为力 朕作为她的依靠 却什么都做不了 什么都帮不了她 朕在想 是不是应该把她送出宫去 否则 她会被害死的 秦公公饶恕小人 你这是干什么 抬起头来 小的 曾经在昆宁宫的掌石宫女彩月的尸体上 搜到过一封密函 因为知道尸关重大 害怕连累自己小命不保 所以吃事没有交给公公 请公公恕罪 皇后的遗书 母君圣上 请恕臣妾不辞而别 臣妾十岁入宫 蒙皇上多年宠爱 却始终未曾为大名增添龙寺 贵对皇后之名 平日礼痴斋念佛 无奈还是被卷入宫围之争 轻欲被毁 牵连父母 每每想起 臣妾欺辱干疲 唯有自行了断 已是清白 臣妾之死皆是自愿 与他人无关系 望皇上恕罪 皇上的恩情 臣妾唯有来生再报 珍珍珠 缘亲绝彼 小明子 你不仅无岁 而且还立了大功 起来吧 谢公公 雪昭仪 小明子求见 进来吧 奴才 叩见雪昭仪 私底下 我们不用太拘谨 你可以像以前一样 教我雪儿 快坐吧 你是娘娘 我是太监 君臣之礼 尊卑赐许 只要在这宫中遗旨 便不能少 再让他们 这么晚了 怎么还再敢工作这些 太后前些日子 收了一些苏绣的贡品 自己欣赏不够 还要让嫔妃们 拿出自己的绣品 在慈温院 看品间大会 你向来醉心于情奇书画 这刺绣自然不在话下 为何今日身心疲惫 眷也连连 主要是燕婕宇 把她的这幅绣品 也托付给了我 我不好拒绝就答应了她 如今要做两幅不一样的 所以要大费心思 我真是替你布置 皇上真的是个睁眼瞎 竟然宠幸那个 事情之人 那个凤才人 看着也不像是一个大家闺咎 唯独没有发现你的美 提名 我知道当日是我对不起你 如果不是我把你灌醉 没有执意要上纪月台 我们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但我真的不是那种 攀龙附奉的人 你知道我是有苦衷的 我明白 你不用解释 你心中的痛 同样也是我的痛 既然 我们已经选择了这条路 就是有一无反顾地走下去 你要记着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永远在你身后 难为你了 其实我今天来主要是有两件事情要告诉你 其一 刘公公私下去连心寨找过凤儿 想要帮助他东山再起 从而控制皇上的真心 我知道 在这宫中 没有人可以对我是全心全意的 第二件事 刘公公 收到一封皇后娘娘的亲笔遗书 若是你 能够想办法掌握其中厉害 必然能够有机会 为自己扭转乾坤 皇后的遗书 这么说 皇后是自杀的 没错 据我猜测 刘公公 接下来必然会利用此事 对付太后 你一定要留意她的下部行动 早做打算 小明子 过来过来 你不好好干活 总盯着砸架 干什么呀 公公恕罪 只是 小人有仪式不明 既然咱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御花园 而您 又已经得到了皇后娘娘的亲笔遗书 为什么 不直接去找小顺子 向皇上纵明一切呢 这封遗书非同小可 不能有半点善事 否则 得不偿事 原来如此 是小人愚钝了 杂家知道 你是希望杂家东山再提 谁对杂家好 谁对杂家忠心 杂家心里清楚 等有一天 杂家一旦重新拿到权势 你就是私礼间的附证 是 多谢公公提醒 好好干活 是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梅飞这次的作品虽然是差强人意 但是时间这么短还很用心 哀家已经很满意了 来人 赏梅飞 丝眷五匹 精装苏绣萍三枚 谢太后娘娘 燕劫鱼 你绣得山翠万重东兰出 水光千里报成来 哀家倒是想听听 你为何会选上许魂的这首诗 回太后娘娘 因为她就住在我家隔壁 许魂住你家隔壁 正是 臣妾从小就听她的诗歌长大 对她的作品了如指掌 这次为了祭奠思乡之情 所以就选了她的诗句 燕劫鱼 若许魂真的是你的邻居 那你的年龄 应该在哀家之上了 许魂可是晚堂诗人 距离现在四百多年 你的这位邻居可真是高寿啊 想必这个绣品 也不是你亲手所为吧 罢了 次重嫔妃 每人两匹丝布 都回去做做衣裳 免得在这里看燕劫鱼 挑人现眼闹笑话 谢谢太后娘 谢谢太后娘 站住 你平日与太后势不两立 可今天却在她面前卖弄文目 你说 你是不是在暗中耍什么把戏 我早已向你表明我的心机 况且 我今天什么都没有做 你的那幅绣宫是我连夜赶制出来的 上面的诗词 也是我精挑细选的 只不过是你自己 看都不看就送上去了 我是没办点文末 可是那又怎么样 皇上依旧宠我 只要我怀上龙胎 有太后相助也罢 没有也罢 登上贵妃宝座的事情 都是迟早的事 可要是谁敢挡我的道 我就对谁不客气 你最好看清实事 好自为之 你这个奴才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这太后娘娘刚赐的私捐 如今可全都浪费了 雪儿 你可不要太心疼啊 这批苏绣 各个清新雅历 绣娘的绣功 也是巧夺天功 好 很好 太后 这是谁绣的 您这是怎么了 你看看这首诗 周夷别暗水闻开 日暖风香正落霉 山色蒙蒙 横化轴 白鸥飞处 带诗来 先王赐给宁妃这个贱人的诗 竟敢绣在这个上面 肯定是奉才人 一定是她借着宁妃的魂 在这个宫里兴风作烂 这个丫头一日不出 哀家就一日不得安宁 锦绣 在 你去通知宋长庚 是 是 小满哥哥 你怎么来了 最近怎么样 有没有人欺负你啊 这里就我一个人住 平时也不太会有什么人过来 不会有人欺负我的 小满哥哥 是皇上让你过来看我的吗 皇上日理万机 他并不知道过来看你 对了 你看 我给你带了什么 这是你最喜欢吃的 玫瑰饼 请一位送长庚的会是 他不简单 如果太后想杀你 第一个动手的人就是他 你记住 外面的人 无论谁给你送吃的 还是用的 坚决不要 富儿 好 自然是吗 嗯 小满哥哥也坐 我们一起吃吧 富儿 这是我亲自为你准备的 我想 看着你 先吃 好 小满哥哥 我还记得 我们两个小的时候 因为一块小小的玫瑰饼 还炒过一架 还记得吗 好 当时我们两个 谁都想抢着吃 谁都不肯认输 虽然你吃了第一口 但是你把剩下的一大半 都留给了我 大概这种无忧无虑的日子 应该回不去了吧 是啊 回不去的 尤其只是时光 你不再相信我了是吗 没有 富儿就是想不明白 为什么富儿身边的人 富儿相信的人 富儿珍惜的人 最后变的 我都不认识了 是 我现在变的 也都不认识我自己了 也都不认识我自己了 富儿 这个玫瑰膏 你吃下了 就是小满哥吃下了 好啊 小满哥哥让我吃 富儿一定会吃 因为小满哥哥 是富儿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 富儿不想让小满哥为难 无论任何时候 你永远都是我的小满哥哥 永远都是 是 富儿 富儿 你 你 富儿 救人 福儿 对不起 今天的事情 就当你什么也没看见 是 怎么样 吃解药了吗 马上抱到床上 荒儿 你别动了 咱家早就提醒过你 宋长庚是一个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宋长庚是一个 即便是失去了你 她也在所不惜 既然你已经知道 她是什么样的人了 就没有必要 再为这样的人伤心 为什么每一个人 只要一进宫就变了呢 可是你没有变 凤儿 你好好想一想 以后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做一个明白人 包奴 你在这好好照顾她 来 躺下 你是说 凤才人 被一个半仁半寿的怪人 揪走了 你当哀家是三岁小孩呢 宫里怎么会有如此异类 那哀家倒要问你 那个凤才人 现在是死是活 我只看到 她吃人的素饼 我也不知道她现在 到底是死是活 太后 奴婢刚刚从连心斋打探到 凤才人还活着 没用的东西 那个小贱人 她难道是九命猫吗 为什么三番两次的 都解决不了她 不 太后 若是她和皇上诉苦 那我们怎么办啊 宋长庚 是锦衣卫的指挥师 说到底 她和刘墨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皇上怎么查 也不会查到哀家这儿 宋长庚 你说对吗 她现在毒尚未完全解掉 半死不活地吊在那儿 暂时也不会对哀家有危险 静观其变吧 暴奴你不要再闹了 暴奴你不要再闹了 我心情不好 我心情不好 这毒不解终究是不行啊 来 把这个药喝了 公公您不必费心了 如果我的死 能够帮得上别人的忙的话 也算是死得其所 你到现在还执迷不悟 真正心疼你的人 是不会说太多讨好你的话 只会默默地为你付出 冤家呀 你跟皇上就是一对冤家 太后想杀你 宋长庚连一句忤逆的话都不敢说 跑到你面前 掉上几滴鳄鱼眼泪 就把你的心给收买了 皇上把你关进冷宫 跟你贴亲关系 就连咱家都看得清清楚楚 她是拼尽最后的努力 在拼命地帮助你 是为了蒙蔽太后的眼睛 让她不要再对付你 不是这样的公公 皇上在意的 是宁妃 就是当时在龙凤殿 你让我扮演的那个女人 所以这么长时间以来 我只不过是别人的影子而已 皇上跟宁妃的感情是不假 可并不是你想的那样 这话不应该杂家对你说 等你出去以后 自己去问皇上吧 我还出得去吗 只要你想出去 咱家就会帮你 但是 你要学会保护自己 不要再让太后娘娘那伙人左右你 否则你的死将毫无意义 到时候就连咱家也帮不了你 来 把这个药喝了 这才是我继约台出的 女人 只要你乖乖听杂家的话 过上几日 皇上一旦有了转机 一切都将如愿以偿 你先休息一下吧 我只想回到过去 无意义 好 好 好 快 好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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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我自己 都不认识我自己了 你想到了一切 想到了一切 但是忘了我 在这皇宫之中 爱不爱你 游不透我 能不能醒出来 也游不透我 要给我的 你才能 《麒麗》 也就是 在天亮的 和流 你们来说 天亮的 电亮的 小礼 臣妾参见皇上 谁让你进来的 臣妾太思念皇上 所以就过来看看 朕知道了 你走吧 朕想一个人进一进 又是奉猜人 他都已经被关进连心斋了 皇上你还拿他的绣花鞋 赌物私人 放肆 来人 皇上 把燕戒鱼给朕轰出去 是 皇上 臣妾一片痴心来看皇上 你居然如此待我 小顺子 从今往后 燕戒鱼不准踏入御书房半步 皇上 燕戒鱼 请吧 娘娘 您这个位置可以绣得再密一些 这凤凰的翅膀可以用盘金绣 盘金 那可是用黄金垂波碾线而成的纯金线 本宫始终掌握不好它的力度 所以不知道该怎么用 娘娘 您可以将两根线并在一起 压在花样上再开始绣 您一定要注意了 这个盘金绣要一根线绣到底 中间可不能断线 原来是这样 谢谢你 雪儿 雪儿 你怎么在这儿 燕截鱼 你真是越来越大胆了 擅闯慈宁宫不说 见了太后娘娘和本宫 都不知道行礼吗 燕截鱼给太后媒妃请安 免礼吧 谢太后 太后 臣妾有要事禀告 闲杂人的还是出去为好 雪昭仪是自己人 你留下吧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回太后 皇上不让臣妾踏进御书房半步 可臣妾却在御书房 看见皇上拿着凤才人的绣花鞋 赌物私人 早知道皇上念念不忘 我们何苦让凤才人扮演宁妃呢 什么我们 那明明是你做的事 和哀讲无关 臣妾一直都是为太后娘娘办事 若不是太后娘娘提点 臣妾又怎么知道 皇上和宁妃之间 还有剪不断力还乱的关系呢 闭嘴 皇上既然罚你禁足 哀家就罚你每晚去慈温院 抄写礼记一百遍 直到抄完为止 哀家倒让你明白明白 凡事欲则利不欲则废 像你这样沉不住气 只会坏了哀家的好事 温度 呜 温度 小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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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小虎 小虎 在找什么呢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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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没有找到小虎 你说会不会是 胡说 小虎 就是皇后娘娘的那只小畜生吧 你见到好了吗 没有见到 不过皇上 既然他不见了 便是他的福分少 您瞧您这一头大汗的 小顺子 咱来分头找 你找这边 我找那边 皇上 小虎 皇上 小虎 皇上 小虎 不就是个小畜生 小虎 小虎 就和他的主人一样命不 小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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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 你怎么自己跑过来了 怎么自己来的 小虎 小虎 皇后娘娘走了以后 你也很孤单是不是 我一会儿送你回去 凤儿 你这边有茶吗 这儿的水煮不开 有茶叶也没用 这是冷宫吗 生活过得辛苦一点吗 凤儿 我让你吃苦了 把你关在这个地方 你恨我吗 这里虽然清苦 但比起外面的明争暗斗 凤儿更喜欢这儿 其实我从来没有怪过你 即便你穿着他的衣服 画着跟他一样的妆 吹着跟他一样的乐曲 但是我知道 你都是为了我 为了能让我高兴开心 但是你真的不需要去代替他 凝儿就是凝儿 凤儿 凤儿 就是凤儿 凤儿 你跟凝儿长得实在是太像了 当初凝儿 凤儿 也跟你一样 漂亮大方 单纯可爱 他年纪轻轻 就被我父皇册立为贵妃 可惜 我父皇不久就驾崩了 也许是他看出了我的难过 他对我尤其关心 我们经常会在一起坐下来聊天 日久生起 其实我知道 我们这份感情就算再真 也是有被沦场的 那些世俗的人 根本就不可能去接受 但是我奢求的不多 我只希望我经常能够在宫里面见到他 谁知道母后知道以后 就以皇室的清语为由 逼死了凝儿 我永远都忘不了 凝儿在临死前的那个眼神 你 凤儿 失去一个很重要人的感觉 你能懂吗 皇上 您别再难过了 你还有我 凤儿 谢谢你 我幸亏还有你 皇上 过去坐吧 来 坐 坐 富儿 坐 喝口水吧 虽然它是凉的 我实在是没有用 母后真是恨起了宁妃 所以我那晚 才会先发制人 把你打入冷宫 本来是想保你一世的平安 可是母后她步步紧逼 我虽为天子 可是能做的事情 实在是太少了 但是这是我第一次 跟别人讲到心里话 没想到把话说出来 反而轻松多了 富儿也不知道 原来皇上受过那么多苦 富儿 富儿 我不希望你去假扮谁 去装谁 你就是你 最纯真的凤儿 真正朴实平淡的凤儿 就是我最喜欢的 好 好 富儿 从今以后 只做自己 虽然凤儿没有什么能力 不能帮皇上排忧劫难 不过 我可以听皇上 给我讲你的烦心事 还可以做好吃的糕点 给你品尝 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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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出去以后啊 你就 你干嘛不出来啊 不出来咱们怎么放风筝 可是皇上之前明明下过旨说 凤儿不许出灵心寨半步 好 那我今天再下一道旨 命凤儿今天陪我出去放风筝 考虑一下吧 凤儿敢抗旨吗 敢抗旨 敢抗旨 来 凤儿 今天想上哪儿去放风筝啊 来来来 敬礼这 敬礼 来来来来 过来 快来 再高一点 好 给我放一下 这样吗 嗯 这 凤儿 你这是干什么 风筝再自由 始终也只能被线牵着 如今我们把线切断了 它才能真正地飞上天 而细在线这头的人 才能真正地解脱 从今天开始 我们不再被以前的事困扰 凤儿的心中 只有皇上 皇上心中也只有凤儿 我不再是谁的替身 我就是我 而这个凤儿 会永远陪在皇上身边 凤儿 凤儿 你终于回来了 这段时间 顾得还好吗 你都瘦了 燕儿呢 好 她被太后 罚去慈文院抄经书了 哦 叶儿 回来了 好久不见 你笑什么呀 我不怕你的报复 不管你是如今讨好了皇上 还是拉拢了太后 还是跪舔了刘公公 或者是其他什么神仙老子 我燕儿一个都不怕 就算你今天从冷宫里爬出来 我也可以再把你送进去 燕儿 你为什么想当贵妃呢 当然是为了荣华富贵 名利地位 在这后宫之中 倘若你不骑到别人头上 别人就会骑到你的头上 我算是怕了 这段时间 我也算是经历了生死 有些事情 跟你看得不太一样 在我看来 恩宠也好 权力也罢 都不如让自己平平安安地 过到最后 你说呢 你想说明什么 我想说 以前的事情 我们就让它过去吧 我不怪你 我也不会报复你 在这个宫里 你为自己活也好 你会自己争也罢 我都理解你 我还愿意把你当做好姐妹 只是希望 未来 我们三个还能像以前一样 在这个宫里互相依靠 我也累了 先回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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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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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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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现在你已经变成了这样 我自然就失去了利用价值 可她不要忘了 有朝一日 只要我能查到皇后的死因 皇上她一样会遵守诺言 封我为贵妃 到时候 看那个老妖婆 还有什么话可说 你真的这么恨太后娘娘 恨 你不是早就跟我说过 宫礼之事 哪有爱恨喜悟那么简单 一切都是为了利益 她若帮我 我自然安心给她办事 可她若不帮 我不会让任何人 拦住我的路 好 不愧是我刘墨一手培训出来的女人 咱家这儿有一样东西 可以让你扭转乾坤 扭转乾坤 这封信是从彩月姑娘身上发现的 咱家找人鉴定过 是皇后娘娘的亲笔信 d级 她 听不回事 不回事 请求�로 原来是你啊 燕儿 你在这儿做什么呢 我白天做了一个梦 梦到有人来偷东西 所以我特意摆了八卦阵 拿了皇上御赐的上方宝剑 准备见人杀人 见佛杀佛 是什么宝贝啊 要你这样兴师动众 慢着 你最好离他远一点 事关重大 不知道多少人因他丧命 你还是不知道惟妙 这么危险的东西 为什么要放在 这么明显的地方呀 如果有人想来拿 我无论怎么藏都无济于事 不如这么大大方方地放着 没准人家还以为 这封信是假的呢 这也就是我们 耍杂技的秘诀 障眼法 时候不早了 那我先回去了 嗯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是竹胎倒了 一会儿把它点上就好了 那我先走了 嗯 臣妾给皇上请安 这儿 燕剑雨 你就不能让朕亲近一会儿吗 啊 皇上有所不知 臣妾正是为了小虎的主人而来 你查到什么 臣妾已经查明了 皇后娘娘死亡的真相 快说 凶手是谁 臣妾通过仔细调查 终于找到了至关重要的线索 此桩悬案 马上就可以揭晓 但此事事关重大 臣妾希望皇上 能召集所有的嫔妃 臣妾要当众将真相 照燃于世 小顺子 传阵旨意 把所有人召集到乾清宫 是 皇上 请一下 专案请免礼吧 谢皇上 今天朕召你们过来 是因为在几个月之前 未解的皇后之谜 今天终于有了答案 燕剑雨 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跟大家说说吧 是 近日以来 臣妾一直在调查 昆宁宫宫女 彩月的离奇失踪 后发现 她是皇后娘娘遇害前 所见的最后一人 可事后没多久 她就被锦绣姑姑给支走了 从此失踪 后来 臣妾派人多方调查 发现她已经遇害 而身上 携带了这一封 皇后娘娘的遗书 遗书 遗书 你的意思是 皇后是自杀 没错 皇后娘娘虽然是自愿服下 含有剧毒的糕点 可是 这封信写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她明知道糕点有毒 还非吃不可 这是因为 她早已经想离开这世间 因为在这深宫里 有一个人 一直给予她无形的压力 使得她夜夜不能安生 日日夜夜活在痛苦里 而这个人 就是当今太后 燕劫于你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诬陷当今太后娘娘 你不是有遗书吗 好啊 你倒是亮出来 给我们瞧瞧呀 曹公公 没错 哀家也正好听听 皇后到底是如何说哀家的 吴君圣上 请恕臣妾不辞而别 臣妾十岁入宫 蒙皇上多年宠爱 却始终微为大明增天龙寺 愧对皇后之名 媒妃滑胎 臣妾自知有错 但绝无加害之意 太后和皇上仍后 恕臣妾无罪 但每每想起 臣妾欺辱干脾 唯有自行了断 已是清白 臣妾之死皆为自怨 与他人皆无关系 望皇上恕罪 皇上的恩情 臣妾唯有来生在报 珍重 原亲绝彼 不是这样的 皇上 皇后说 她一直受到太后的摆布 她对不起皇上 对不起父母 所以才选择在痛苦中 一语而死 快说 你把信藏哪儿去了 念结语 小人刚才念的书信 就是您亲自给的 哪里来的第二封信 不对 你一定是和太后串通起来 换走了真的遗书 说 你交出来 你快交出来 你把遗书交出来 你把遗书交出来 交出来 对不起 原亲从小与我青梅竹马 她的笔迹我特别清楚 这正是她亲笔所写 不 皇上 不是的 这真的不是那封遗书 你不可以相信 是你 雪儿 昨天晚上只有你 经过我的房间 你打翻了油灯 把遗书给换走了 你把遗书交出来 你交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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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皇上 还不信 现在还疯疯癫癫的 想要诬陷雪昭仪 实在是罪不可恕啊 皇上 皇上 不是这样的 臣妾真的是被陷害的 臣妾可以发誓 从一开始 就是你在这说一面之词 您让朕如何相信你 皇上 还有一个人可以作证 他可以证明 刘公公 是他 是他把遗书给臣妾的 你还真是可笑啊 你不是口口声声说 遗书是你从彩月的尸体上 发现的吗 那现在又说是刘公公给你的 你到底哪一句真 哪一句假呀 皇上 哀家问心无愧 也正好想把此事查清楚 不如 就传刘墨上殿受审 以此还挨着一个清白 陈流墨 是 皇上 刘公公到了 臣参见皇上 太后娘娘 雷妃娘娘 燕结于说 这份皇后的遗书 你见过 皇上 臣没有见过这份遗书 也不知道皇后娘娘还留下了遗书 你胡说 这份遗书明明就是你给我的 你怎么能否认呢 燕结于 你在说什么 前些日子 你在慈文院当寨 一定有人可以证明 你经过藏经阁 皇上 臣最近一直在前夕五所的后院 慈文院值班的应该是周公公 这份遗书 这份遗书 你就一一询问一下 刘公公 我求求你 只有你能救燕儿 你就跟他们说 这封信是假的 这真的是你给我的 我帮不了你 你们一个一个 连起手来对付我 救我最傻 做了替罪羊 皇上 皇上 臣妾今日 是被人陷害 够了 而且一忍再忍 现在人证物证俱在 你还敢狡辩 臣妾确实查到了 皇后娘那的遗书 你一定要相信臣妾 臣妾所说的话 都是数十的 皇上 如果你今日不严惩燕劫羽 哀家绝不答应 就是你陷害的 来人 把燕劫羽 关到临心寨 以后发落 不是的皇上 皇上 富儿 富儿 你救救我 臣妾真的是被冤枉的 皇上 富儿 皇上 饶命啊 皇上 燕劫羽虽有过错 但她本性不坏 还望皇上网开一面 凤才人 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 坐回去吧 是 你还好吗 他们没有为难你吧 我不需要任何人的痛心 尤其是 尤其是你 柔弱的人 往往倔强 正如刚毅的人 往往祸胆 你少在这装好人 那些信都是你调包的 没错 是我做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在龙凤殿的时候 你曾怪过我 说明知道季月台的阴暗 为什么不曾告诉过你们 其实 每个人的生活 都有苦衷 也都有各自的真相 你们都知道 母女扮男装时的名字 叫李学渊 殊不知 那是寒冤的冤 是冤屈的冤 是十万玄甲军 冤情的冤 什么玄甲军 什么人相 那个人说的没错 在权力的游戏中 如果不当赢家 就只有死路一条 没有中间地带 假如我得不到权力 攀不到权势 就无法自保 无法申冤 无法复仇 你要做什么 我不会喝的 你给我出去 你给我出去 有没有人啊 有没有人啊 救命啊 薛焦仪她疯了 她想杀我 有没有人啊 有权力的人 只要轻声细语 每个人都可以听得到 没权力的人 就算你生死利劫 也无人能听到 你又何必在这儿白费力气呢 太后为你准备的这些酒菜 我觉得甚好 至少可以让你体面地走 你真的要这么做吗 难道你忘了我们当年的承诺 不求同生 只求共死 如今 你却要逼我上路 要怪 也只能怪你聪明反辈聪明物 根本就不懂皇上的心思 他赐你上方宝剑 夜夜召你入宫 却未曾碰过你 你不觉得奇怪吗 他爱的人 根本就不是你 他想保护的 是另一个女人 让爱出风头的你 成为所有嫔妃 极度的对象 成为轻而易举 就被案件扎满的靶心 你明白了吗 你已经不是太后的棋子了 你的存在 毫无意义 刘公公对你恨之入宫 你觉得在这后宫之中 你还能活下去吗 你让开 你让开 福儿 太后娘娘已知 燕儿今天必须死 这是我们姐妹之间的事情 轮不到你插手 有种的话 你再杀我一次 福儿 我有命在身 不要为难我 你 畅哥 今天燕儿如果出什么事的话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燕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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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了吗 燕儿 你坚持一下 我去找皇上 我让他把所有的太医 都给你找过来好不好 没有用的 太后让我死 我也无路可退 燕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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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羡慕你 原来皇上 他从来就没有 爱过我 你 棕儿 你 你 那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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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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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儿 我从来没有怪过你 燕儿 你再坚持一下 我把皇宫里所有的孕孕 都给你交过来好不好 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燕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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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雪儿 我叫燕儿 我叫凤儿 我爹是开镖局的 燕儿 从此生死与动 永不分离